我一直是想要去演一些更加豐富化的角色 不要老是就是都市 所以也是在盡可能的那些本子裡面去挑一個自己想要去演的 表演與我而言挺享受的 其實主動地去發現自己喜歡這個表演 還是在出國留學的時候那段時候去發現的 那段時候因為離開了嘛 這就跟小時候我們接受爸爸給我們報很多興趣愛好一樣 你說彈鋼琴,小孩都是被逼的嘛 但是你長大之後去留學 然後離開了這個專業行業之後 你會發現你自己其實內心還是對於舞台的這個渴望的 兄妹 你真的覺得其實還是挺享受的 後知後覺的,覺得自己還是特別熱愛表演的 能夠找到喜歡的事情 才是最難得的 就是比如說像《女士法則》的徐傑 然後《將來》 《將來》這個角色,我都沒想到導演能想到我 可能導演也是希望給觀眾一些新鮮感嘛 可能看到了我有將來的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在那個角色來說,我還是非常感恩的 你一定要自己是很愛這個角色 《將來》也好啊,包括曹皇后啊,包括等等角色 我覺得都是我自己,在那個階段來說是非常喜歡 並且非常想去有這個飾演的衝動的 就是一種一見鍾情的那種感覺 很微妙的這個化學的這個反應吧 就你一定要自己是很愛這個角色 你在這個基礎上面,你才可以去為他親其所有吧 所以我覺得那個一見鍾情的感覺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我覺得曹皇后對於我來說還是比較難的吧 因為其實演古裝還是比較少 他這個年齡的這個跨度也是非常的大 他跟那個凱歌王凱的那個角色的人物 就一直是在破冰、破冰、破冰 但又不知道如何破冰 就這段關係 這個角色對於我來說還是挺有意義的 他想要我留下,開口就是 我還能抗止嗎 我就一直說,我就想演不同年代的吧 懸疑啊,包括一些反面的一些角色啊 包括一些截戰的呀 更刺激一點的吧 重口味一點的 戲劇張力也是要比較大的 然後內心戲多一點的 情依啊 比天還高 演員還是需要去不斷地去儲備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快節奏的演員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會讓自己停下來 一個是身體上的一個休息 還有一個我覺得我自己得沉澱一下 我自己得想一想 我下一步應該是接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下一步應該往哪裡走 然後我內心渴望飾演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沉澱的那段那個階段 對於我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也對於演員來說 不能老是消耗自己 演員還是需要去不斷地去儲備的 我一直其實讓自己去處於一個 蓄勢待發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暴風雨來了 就接受挑戰們 碰到那麼多好的決策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同樣我也很感恩 我覺得我自己也很認真很努力 今年的期待就是希望遇到一些好角色 這個是每個演員的這個期待